现代人孩子生的比较少 再加上很多家长都忙于工作 比较少跟孩子互动 发展迟缓的幼儿也变多了 根据新北市的统计 目前全市22万学龄前儿童 有将近三成动作发展迟缓 其次是语言发展迟缓 提醒父母一定要多多留意孩子的情况 把握六岁以前的早疗黄金期 三岁的冠冠从小就很少说话 也不喜欢与人互动 疑似罹患自闭症 幸好妈妈带去看医师 并接受早期疗愈 训练三个月后 现在的冠冠已经学会唱歌 也会认数字与颜色 还会开口叫阿嬷 让从小照顾她的阿嬷好感动 突然看着阿嬷旁边 阿嬷 拜拜 结果我看到一个很棒的画面 阿嬷就冲过来抱住这个小冠冠 她说我六十几岁了 终于听到我的孙子叫我阿嬷 职能治疗师表示 很多民众误以为孩子长大以后 就会慢慢改善 不过由于年幼的孩子 神经系统可塑性比较大 把握六岁以前的黄金治疗期 不仅能使儿童潜能得到发挥 也可减轻日后复健的家庭经济负担 六岁以前在大脑神经生理的发展上 是孩子的大脑神经元细胞蓬勃发展最丰富的一个关键期 根据统计新北市共有二十二万六千多位学龄前儿童 接受评估鉴定后 以动作发展迟缓占百分之二十九最多 其次是语言发展迟缓占了百分之二十八 因此提醒家长 如果发现孩子满一岁以后 还无法做站立拍手等简单的肢体动作 最好还是带去医院做详细检查 记者赖水美 徐启峰 新北市报道